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刚才讲了 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中最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就是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兴起的产业革命 兴起的产业革命 这是马克思哲学整个研究的一个起点 也是始终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那么这个产业革命它有什么特点 产业革命什么特点 产业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机器生产的形成 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 就是要就是以机器劳动 代替手工劳动 改变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 改变人们的劳动方式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它带来了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们的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整个变化 也就是整个社会啊 从它的基本的结构到上层建筑 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变化了 都发生变化了 那么这个变化有几个啊 首先我们看一看在能和自然的关系方面 能和自然关系方面 就是说在这个机器生产呢 和这个以前的手工劳动啊 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本质区别的 以前的手工劳动呢 它是要受到这个人力的限制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劳动工具啊 它仅仅是什么 你人的肢体的一个延伸 是一个肢体的延伸 它自己是没有独立性 它是从属于你的主体的 就是说这个劳动的主体 那么劳动的主体 它只是一种自然力 它只是一种自然力 而且呢 它的整个劳动啊 它是自然力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限于啊 这个整个的自然力啊 它是限于 它虽然有科学啊 虽然有科学 但是所有的这个科学呢 它的这个生产是运用于 通过它的个体的 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来形成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 包括马克思就说 当时马克思就说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在一个经验层面 是靠这个经验呢 来进行这个劳动的 而呢 而这个机器生产呢 而机器生产呢 它就改变了这样一种方式 机器生产和这个 就不是依靠自然力了 就不是依靠自然力 它是依靠什么呢 通过一种智力 通过一种智力 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 和生产 这个应用于这个机器生产 而和自然发生联系 而和自然发生联系 所以这样呢 那么机器的生产 它表现为一种什么呢 表现一种社会的生产 它是一个社会的力量啊 表现为一种社会的生产 它可以什么 就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 这样一个体系 比方说这个 这时候这个工具 作为这个工具的 生产工具的这样一个机器 它不再重属于当个的人 当个的人 而是相反 它可以有自身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 叫这个勇动力 就是它形成一个 独立的这样一个力量 可以不断地吸收科学知识 不断地吸收资本 这样你当个的人成了什么 重属于机器 重属于机器 所以你每一个当个的人呢 你在每一个程序上 你都是一个当个的个体 是这个机器上的洛斯厅 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把你的机器 可以把能变成工具 而把自己变成目的 它就倒过来了 所以马克思说的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 它是指什么限度呢 它只有在机器生产 在机器生产的这样一个条件下 才是可能的 因为你是机器生产 所以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 这样你要运用科学知识 所以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 运用到生产过程去 去吸收资本 去吸收资本 刚好是在机器生产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机器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样呢 由于这样一个科学技术 在生产里面的 通过这个机器生产 在和这个自然发生了 一种间接的联系 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 这样呢 它就建立了 能和自然之间的 一种间接的关系 一种间接的关系 能和自然 如果说在这个自然力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个手工劳动情况下 能和自然 它是一种肢结的联系 肢结的联系 我的工具 比方说用丑头 用这样一些 就是说很简单的手工工具 它也是能的 只是能的 个体的肢体的一个延长 肢体的延长 而这个机器以后呢 它就完全不同了 它不是能的肢体的隐藏 而是改变了整个的劳动方式 你能啊 就是说对外部的自然呢 它要通过这个机器来发生 所以它就有了一个中介 而机器生产呢 又把科学知识 引入了这个一个生产 这样呢 就建立了 能和自然之间的科学关系 能和自然之间的科学关系 就能和自然之间呢 不再是一种经验的联系 而是一种理智的科学的联系 科学联系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从这个自然力到社会力 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 机器生产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能和自然之间的一种技术构成 它的技术构成呢 它的技术构成呢 发生了一个值的变化 以前这个技术构成呢 它是一个自然的联系 它离不开这个自然力 而现在呢 它已经转变成什么 也就说由原来的经验的自然的构成 变成了一种理性的社会的构成 理性的和社会的构成 而能和自然之间的技术构成 我们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就定义为什么 生产力 生产力 能和技术这个构成的这样一个关系 你和这个社会之间的 和自然之间的 它有一种技术的联系 那么这样一个技术联系的方式呢 就表现了标志的生产力 标志生产力 所以马克思说 手推磨产生的是风电阻 这个机器生产产生的是资本家 那就讲了什么呢 它的技术构成发生了一个变化 技术构成发生变化 所以这样一个技术构成的变化 也就是说形成了 就是说新的生产力的构成 新的生产力的构成 而生产力的技术构成的变化是什么 也就是生产力的质变 生产力的质变 如果在这样一个手工劳动 哪怕我再怎么协作 然后协作劳动 再怎么这个改变我的工具 我由原来的这个木的仇头 变成了铁的铁器的仇头 什么这样的 它都不能改变 人们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时候生产力只表现为一种量的变化 但是一当它的技术构成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也就是生产力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么这个质的变化也可以说 这个质的变化的改变也就是一种什么 对生产力的一种解放 对生产力的解放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呢 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首要意义 就是解放了生产力 解放了生产力 使生产力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就是说由于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 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也使生产力发生了质变 解放了这样一个生产力 使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资产阶级 就是创造的财富 在几百年间创造财富 是人类比人类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 还要多 它这种迅速的发展呢 是和它的这个生产力的质变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理解的 那么第二个变化 就是在人们的生产关系 就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机器生产 使工厂企业代替了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 就是在生产关系上 以前的这个人们的这个 就是说是一种像封建的这个行会帮会式的 它只是什么一种手工业的 然后是工厂手工业把它集合在一起 这样人们之间呢 它是一种协作的这样一个关系 而机器生产产生的是什么 工厂和企业 不是这种手工的着房 几个人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 它是什么工厂和企业 那么这个工厂和企业是什么 它就不是能和人们在生产活动当中的直接联系 就是说我一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 我们开一个小着房来开始工作 来这样做 而是建立了什么 以机器生产为中介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管理机器 管理机器把你这个人一起都管起来 所以很大的程度上 它的管理不仅包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协调 而且还包括对机器的管理 一般的来说 工厂企业对这个设备 对机器设备的管理 要达到80% 就是你的机器 你的工厂好不好 80%的值一靠你对设备的这样一种管理和更新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样呢 这种以机器生产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表明了什么呢 它和商品生产的形式 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马克思说 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 是商品生产典型化了 就在这个之前 这个商品生产 只是以萌芽的形式在封建社会里面 但是呢 到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后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把这个在封建社会里面 只是具有萌芽形态的 而又最富有活力的这样一种生产形式 这样一个细胞 把它变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细胞 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形式 普遍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知道我们在前面讲了 商品生产的特点是什么 交换经济 这个交换经济 交换经济呢 它是以这个货币为中介 而发生能与能之间的关系 货币是具有普遍性的 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样一个普遍的东西 建立一种社会的联系 就是把通过这个货币的普遍性 社会性 把人和人当个的人呢 把它连接起来 把人连接起来 同时也把人变成了一个 每一个个体 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个体 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个体 所以这个货币呢 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 交往的一个中介 交往的一个中介 那马克思说 这个货币实际上是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社会性 商品生产当中的社会性 把它呈现出来了 这样一个商品交换的形式 在机器生产之前 它和人们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可以说是不协调的 因为你是直接的生产 你没办法和这个商品交换的经济 把它联系起来 但是呢 由于机器的生产 精气生产的出现 那么就形成了人和人之间 以机器生产为中介 建立了这样一个工厂企业之间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就是说它和这样一个工厂的 这样一个生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和商品交换之间所需要的 以中介 这个以货币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交换关系呢 它就对应起来了 对应起来了 所以实际上呢 可以说 如果说商品生产 商品交换的关系 商品的能与和人之间的交换 是发生在流通领域 也就是发生在市场上 那么机器生产呢 就使它变成了 人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从生产过程到交换 这两个环节 它是衔接起来了 它是衔接起来了 所以这样呢 就使这个商品生产的形式啊 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一种典型的形式 也可以说 机器生产呢 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典型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机器生产是从技术上 支持了商品生产形式 支持了商品生产形式 这是它的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 反映在阶级关系上 就是翻译在人们的阶级关系上 就是用雇佣劳动制 代替了中世纪的等级制 我们知道啊 中世纪呢 它的这个阶级关系 是以等级制的形式啊 就是说 遮蔽在这个等级制里面的 它是以等级制的 这样一个形式表现出来的 那么机器生产呢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把这个原来的等级制 全部把它摧毁了 它在工厂里面 在机器里面 只有功能和资本价 功能和资本价 这样它就把整个社会关系 简单化了 简单化了 所以呢就产生了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也就可以说呢 它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代替了复杂的等级关系 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 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产业革命所引起的 这一系列变化 为资本主义奠定了 稳固的经济基础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都发生了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给了这个资产阶级啊 批判封建主义 从政治和思想上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武器 一个武器 它完全使这个 因为这个机器生产使资本主义啊 它从这个经济 从这个它最初的这个 能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利益生产关系 移植到它的这个阶级关系 全部都发生了变化 就是使它有力量去全面的批判 封建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如果它仅仅是原来的 非机器生产的环境下 就说它是一个鞋桌房式的 手工业行会式的这样一个企业 它是不能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去跟封建主义相抗衡的 你没办法去战胜它 它之所以能战胜封建主义呢 就是因为它改变了那么的劳动方式 另一个劳动方式呢 就是说可以说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 这个文明形式的壮大 使它可以消除这个 就是批判可以取代 传统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所以它就有了一个新的力量 所以这样呢 到了四十年代 到了四十年代 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 就开始普遍的形成了 这个绅士浩大的 反封建反教会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那么这样一个运动的 这样它的哲学理念 就是自由理性和发展的观念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理念呢 就是自由理性和发展的理念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呢 就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 并且呢 也是作为这场运动的一个 精神的哲学理念的一个继承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啊 这样一个呢 也决定了他的问题 就是马克思呢 他的哲学首先要解决啊 当时这个自由理性和发展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这个 马克思恩格斯啊 他不是简单的 继承当时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的自由理性和发展的观念 而是把自由理性和发展的观念 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 与对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 这就使他们的自由理性和发展的观念 超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就是当时的这个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 而走向了共产主义 而走向了共产主义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 和他们的思想来源之间的 一种批判继承关系 批判继承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马克思的思想来源 有哪些思想来源 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呢 我们说从总体上来说呢 它是从青年黑格尔运动当中 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思想的主流上 它是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 这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啊 虽然我们不排除 它的哲学当中 包含着浪漫主义因素 就是说在一个 任何一个在这个十九世纪 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啊 都在蓬勃发展的 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任何一个哲学家 他都不可能 直受到理性主义的思想 而不受到浪漫主义的思想影响 或者说他直受到 浪漫主义思想 而不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就是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他会同时的受到 理性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是呢 在这个思想当中 他有一个主流的思想 就是说 哪一个是在他的思想上 占主道地位的 那么在马克思来说呢 马克思跟格斯 他们的思想 都受到过浪漫主义的思想的 强烈的影响 特别是在早期啊 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们的思想主流当中呢 是属于理性主义的 是属于理性主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讲 马克思恩格斯的 主要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来源 主要的理性主义思想来源 在这个理性主义思想来源呢 我们首先要强调 马克思和清廉黑格尔派的关系 马克思和清廉黑格尔派的关系 就是说马克思哲学啊 它取缘于清廉黑格尔派的自由哲学 这一点呢 是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们当时 我们说这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啊 就是也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啊 四十年代开始 是整个欧洲思想变革的一个时代 变革的时代 这个变革时代什么 这个哲学啊 随着这样一个社会的变革 哲学发生了一个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一个转型 它是以批判黑格尔哲学 这样一个为契机的 形成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 那么这样一个转型当中呢 它发展出三个派别来 第一个派别呢 就是对非理性主义的研究 就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 就是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这个 由于这个批判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 就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哲学的问题 来研究哲学的问题 比方说他们用数学 物理学 那么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哲学 而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诗变的 是诗变的 你自然科学的方法 可以认证理智 但是呢 它不能作为一个理智呢 它只能认证什么 自然界的这样一个现象 它的说明 它是有理性的 你不能说明 人的精神现象是什么 人的精神是什么 因为人的精神 不是物理学 不是数学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人动的活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马赫说的 刚好为什么 这个 从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 这样一个 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 建立的这样一个哲学 为什么会总是保留有上帝 这个笛卡尔 最后他需要一个上帝 他需要一个上帝 那么呢 莱布利子 应该说是讲发展哲学 很彻底的 结果莱布利子呢 也定了一个 前定和谐 也有一个上帝 就是他总是离不开这个上帝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说 因为啊 他解决了这个 可以说明自然的现象 物理现象 但是说明不了人的精神存在 那么这个精神存在 由谁来说明呢 他最后只有由上帝来说明 由上帝来说明 所以当时这个 这就是什么 就是近代哲学里面啊 他所发生的一个内在矛盾 内在矛盾 那么现代哲学要 这个克服这个矛盾 也就是说 可以说康德呢 是把它完全展现出来了 那就是说 对认识人做了一个限定 你的理性 你的认识 只能在什么 只能在你的认识 对现象的这样一个领域 你不能说明这个本体 说明人的这样一个精神存在的问题 那么精神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就对这个康德所提的 提出来的这个实践理性 就进行了批判 就进行了 从这样一个 就是说康德所说的 要回到这个 行而上学去 行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然后他就重新研究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什么 对这个 存在问题 人的存在问题 就是用这个价值 实践自由这样一些问题 来解决 重新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它解释为一个文化的现象 解释为人的存在 那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这个 我们把这一派呢 称为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 他们要求了 重新建立方法 比方说有解智学的方法 现象学的方法 那么这样一些方法 就是不用自然科学方法 所以胡塞尔在提出来 要把这个 自然科学方法把它扩起来 把它扩起来 就是选择起来 不让它用 然后呢 我们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包括返回到原始思维 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重建这样一个哲学 也就是重建哲学本体论 这就形成了 当时的这个第一个派别